大家好,我是老王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辆拥有超长续航的小摩托 本田猴子125 视频中的这辆本田猴子用一箱油跑出了4183公里的距离 就问你受得了吗? 别人跑长途得算着加油站 这货可大好,直接闷头往前干 本田猴子125 这压根就和续航站不上一点关系的小车 用近乎疯狂的续航打败了所有摩托车 本田猴子的原型车,油箱只有5.6身 就是把油箱跑干,顶多也就260公里 4183公里 相当于从318起点的上海人民广场一直干到拉萨的距离 途中还不加一滴油 市面上应该没有任何一辆车能做到 除非进行报改 所以这辆猴子也确实改装过 负责打造他的团队来自于意大利的阿瑟比斯 这是一家专做摩托车后用品的厂商 主要产品有奇心服,奇心裤,手套,头盔,以及赛车服等 今年是这家公司成立的第50个年头 为了纪念这个日子 该公司成立了一个团队 计划创造一项全新的吉尼斯世界记录 打造一辆超长续航版的本田猴子 从意大利出发一直北上 在途中不加油的前提下 一直实底挪威 全程超4000公里 如果想达成这项记录 必须有一个超大的油箱做保障 为此该团队为这辆车打造了一套全新的车架 一个周身布满油壶的铝合金车架 要想加满这个硕大的油箱 需要108升汽油 根据换算 一升汽油约为0.73公斤 所以这一箱油的重量就将近80公斤 再加上车的重量 这近乎200公斤的小猴子驾驭起来并非意识 所以该团队为这辆小车配备了三名驾驶员 轮番驾驶 三人以平均时速65公里 歇人不歇车的方式 经过连续7天不间断行驶 终于抵达了挪威最北城市 北角 行程共计4183.8公里 成功创造了一项全新的吉尼斯世界记录 一辆摩托车装了108升汽油 纵跨欧洲 我们在敬佩这个团队的同时 更要看到本田猴子的了不起 在这漫漫正程中 是这辆不起眼的小车 用它可靠的品质 完善了这项艰巨的挑战 它才是整个团队中的关键 好了 今天这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